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业务稳定,派息持续增长 这些都是公用股最主要的亮点 而盈利和派息要保持增长 就要靠在不同的地区拓展新业务 像中电那样,虽然香港依然是它的业务大本营 占去年盈利五成八 不过,中电并不止固守香港 它的发电组合已经拓展到中国、印度、澳洲、台湾等等 入股海外公司是其中一个对外扩张的做法 中电早前入股廣东阳光核电站 去年开始为公司贡献盈利 令整体内地业务的利润增长七成半 中国盈利占比已经达到一成半 另外一个主要海外市场是印度 中电引入了策略股东 在当地积极发展可载新能源 配合印度政府已经定下的发展 结净能源发电的政策 有不少能源企业 除了发电之外 还会开拓其他能源业务 例如中电就在香港大力发展 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已经兴建了两座全新的燃气渦轮机组 正正有以上各种分散的业务 令到中电有能力对冲 香港电力市场的新利用管制协议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结而言 公用股都可以透过开拓不同的生意 去维持业务持续扩张 令到他们可以保持稳定态务 像中电那样 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组合 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 令他保持58年派息不减 值得初歌低级作为长线收息之选